针对9月22号的豪大雨特报 市长谢果良在22号晚上8点 立刻坐镇灾害应变中心 呼吁市民注意安全 统整灾情指挥救灾 深夜到凌晨 基隆雨势瞬间变大 造成低洼地区出现了淹水灾情 而对于低洼地区淹水的状况 市长谢果良到现场勘灾 关心慰问受灾情况 辛苦吗辛苦 有没有什么我们这边 目前也没办营业 因为那个B箱都漏电 我来看看市府的 因为市府有灾害相关的 就能申请一些办法 希望能够使用它 好谢谢市长 辛苦我可以看一下 可以可以 因为这个昨天整夜都降下了好大雨 以至于基隆 包括西定河南龙路 还有这个西定路 都有一些淹水的情况 那我们特别来访试这些受灾户 也希望能够给予一些协助 那这个虽然水有一部分已经退了 可是有一些的确店家商家住户 有一些受到影响 那我们政府是有提供灾害补助的办法 那我们会请区公所来代表收件 来跟社会处来进行一些相关的申请 那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给一些具体的关心 比较重要 市长谢果良仔细询问受灾状况 也提供联系方式 请受灾户和他保持联络 尤其对于南龙路这一带的低洼地区 市长也请公务处消防局研议列入液烟水地区 以提供必要协助 那我看以后南龙路就必须要列入为液烟水 液烟水地区有几点 就是第一个周遭这边的车辆 如果说预估雨量很大的话 就要帮他们找替代的停车空间 请他们去移走 第二个我觉得这边两排的店家 全部都要给他们补助装设防水闸门 那这部分我们刚好这几天在编114年的预算 应该把一些预算编进去 让大家来补助防水闸门 我看还是有必要的 对于这一次的瞬间好大雨造成的低洼地区淹水 市长谢果良指示各区公所协助受灾户 进行补贴申请 以帮助受灾户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